大家好,歡迎來到天神國,我是天神,今天就想跟大家來到新射的群合傳,說一下這個65開的新功能,就是這個標局,追擊地獄天神國,希望這集幫到你 這個標局其實是一些掛機功能,霸完東西就會定期給你一些獎勵,有銀錢和銀票,銀票就可以有這個排名,根據你拿到的銀票就會有這個排名,就會派一些獎給你,就會派這些榮譽,榮譽就可以換到一些角色碎片,無論神話還是傳奇都好都可以換到,而且它是每天結算的 換言之呢,你是很有機會,很快就換到很多角色碎片,所以這個是一定要玩的,而且每天結算,每天給我230,那就是650你,那都頗重要,那可能一天就5歲,你那些傳奇角色的啦,那如果你要神話呢,那可以1500,那你要3天,但是呢,有個沒有啊,那都要努力打,那還有呢,都要盯著的,因為你被人霸了,你沒有東西霸了,你就沒有拿東西,沒有在那裡掛機的啦 每天可以霸一個,那你有10次次數可以去佔領,那我就佔領了一個初級,那有分初高中,那我一起去看一下規則先 那錶哥呢,在每天9點到晚上9點開啟,那就可以自由略奪,自由略奪之後你隨便霸人,但是可以霸一個啊,大家記住,沒得霸很多個好像無能一樣,而且是自己霸自己的,那就不是整個幫會,但如果你霸同一版全部都是,那你就會有一個效率加成在那裡的,那開放時間啦,那就可以獲得這個,佔領之後可以獲得一個銅錢和銀票,銀錢是這個,銀票就剛剛計算入排名那個,那之後呢, 就有高中初級的標局就可以任意佔領,就是剛剛講過了啦,就是每一分鐘就可以獲得10點經驗,10點經驗是講這個標C這裡,是你自己的那個level,就是好像你主角level那樣,這裡標局也有個level的,那就一分鐘就10經啦,那一個小時就600經啦,那就是我現在兩個小時就可以升多了啦, 那這個呢,你每升一呢,你那個加成呢,都會多了的,那所以呢,你是要盡快升呢,還有要盡量霸,如果你沒有霸東西,你沒有經驗值,你一定要霸,一定要標局,你才是在計經的,那所以注意啊,你是要看著的,9至9都要的,如果你被人霸了,你就浪費了一天的啦,那之後呢,銀票帳人排名,每天9點可以領取,那這個很重要,剛剛講啦,每天9點就可以獲得獎勵啦,這個是每天刷新的,這個獎勵,那所以呢,要勤力點,試試打多一點啊, 那我暫時230位,我可以拿到你什麼,其實都OK的,230位,我這裡呢,就可以拿到這個650榮譽啦,加130元寶,再上5050那樣調,但是我霸不到,因為你會發現呢,中級開始已經是300多萬戰,然後高級是說5600萬,根本上呢,你不是課長級數都很難打,就算同伏的人讓給你,因為這個是跨伏,其他伏的人都會打你的,那所以,都幾難搞,我就沒有啦, 我最盡量霸過初級,我已經很好啦,如果你沒有課,可能初級都難一點啊,但是不用怕,因為你標局總纜呢,你可以去避的,所以我建議大家,你可以這樣呢,就是你可以這樣壓標漸連的,你去一些後跌,如果你是真的,你覺得自己是霸不到的話,那都是初級標局而已,沒什麼分別,我也是霸起初級而已嘛,我現在試試霸一個高級給大家看,誒,中級給大家看,高級詞,沒可能的啦,這樣可以你和你的幫會合起來啦,你找小課長和你霸, 但他們多數都霸高級,不會理會你的啦,哈哈,看看吧,越高呢,那些版面越少,這個300萬戰力,他有沒有周智藥,他周智藥五化,沒什麼玩的,人生贏家又是周智藥,嘩,這些那麼厲害啊,而且很快被人打回來,如果你打中級,一會兒別人打你下來,嘩,全部都周智藥化六,嘩,沒什麼打啊,哈哈,有10次機會的,差一天, 要不然就要課金打的啦,所以你都不可以說是亂打,沒有啦,這裡最好,嘩,嘗一下吧,這個周智藥,這個可以切磋,那你切磋了才,即是你切磋了,打得贏你才打吧,好,來了,我先放我的陣下去先,我240萬而已,試一下,試一下他就五星周智藥,不厲害而已,好,來了,那周智藥放前面,我發放前面是厲害很多的,因為現在我周智藥是, 是秒到人了嘛,但不知道秒秒到高戰過這麼多的人,嘩,狂歡勝勢,勝勢狂歡 他就是黃庸國靖,應該花二了,應該,那時候開服慶典拿的,這個稱號 但是呢,可以用這個系統拿到很多角色碎片,我覺得是不錯的,也要努力,除了武林之外,這個也要努力,是大家無貨拿碎片的途徑 要不然你去Bit,一口教掛來的,你10天呢,堅持10天就省下,可能3000元一口教的周智藥 你10天都是50歲的嘛,如果你有二三百排名 每天500,我真的給大家目標,每天儘量拿500榮 因為可以換到5歲,這個傳奇,10天就等於3000元一口教的話,拍賣會 好,周智藥,剩下周智藥,可不可以一個打完呢? 希望可以 嘩,嘩,嘩,撐死了 沒事了 打人贏了嗎? 前面的大佬是瘋的 好了,我先看看,那我原本那個呢? 我原本那個沒了,所以挑人之前,你要知道自己能不能贏 那我先後一點 後一點有沒有分別呢? 我幫大家看一下 標角 16,35 這些真的比較多,不要去那麼後 你真的 有得去前少,越前那些 因為有人搶那些才比較多 對,多一點的 你能看到 那找個最近磅的戰力去打 這裏197 223 我又不用這麼下 剛剛我說了後面那些 你不想被人打,就給那些無課 小課選擇 但你如果有OK 有少少V,又有些戰力 我覺得你可以去前一點 我去中級 不去中級,我去這裏 3289 這裏 越前越多 但我只有一次佔領機會 我只有一次 那就找個弱一點的對手 波吉 這個 希望波吉沒有看我的影片 哈哈哈哈 我說他弱一點 沒辦法 好,搞定 那就霸了 那就把殘殘出來 那剛剛你去挑別人 中級那些 你是有機會 你原本那個是會沒有的 即是你直接挑別人的 原本那個是沒有的 所以你不要亂挑別人 即是你會浪費了次數 如果你無故霸佔一個 走去挑中級 然後那個 中級你失敗 你原本那個是沒有的 那你如果沒有壓標次數 那你就會虧了些錢 好,那我們今集來到這裡 希望這個標局 大家玩得開心 如果有65 那你說你差一點 又要貨很多 才升到65 因為不用特地追 真的不用特地追 少一天而已 但是這個都OK的 每天結算的 所以OK 大家可以放心 但是有得玩 我建議大家都是追一下這個排名 看看 看看 多少才有 確保每天500 即是你起碼一千至三千 那很容易 一千至三千名內 那好啦 那今集就到這裡 那大家就記得努力點玩 那喜歡記得地天神國 咖啡 啊 啦 partes 呢 咖啰